升级论症 来到九月份 我上个礼拜 和前个礼拜 一直看跌广交所 大家都看到广交所 如期都穿了一年多的身体 今个礼拜 我反而有一个新的 会去继续看跌它 我想这一阵 大家都很留意的 新闻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 第一件事 我觉得在基本面方面 比亚迪出完业绩之后 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不了 他的博利多少 他的利润率也是偏低的 等于你车买得多 但你赚不赚钱 是一回事 之后我觉得 反而影响他最大的 就是巴菲特的沽货 大家都知道 始终股神巴菲特 他比较便宜的位置 十多元都拿了 比亚迪这么多年 他的利润率也极高 他在这个位置 就进行一些沽货 我觉得可以持续跟进的 但我觉得这一件事 对一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始终长线投资来说 巴菲特都是一个 就是长线价值投资者的表表者 很多我想一些中长线的基金 都会在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 比亚迪 都会想一下 巴菲特是这个位置沽货 到底有没有 巴菲特会不会看到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呢 所以我觉得 以一个中长线的估值来说 他的压力都挺大 加上如果我们纯以短炒的角度来说 比亚迪就有一个大裂口 就是由260多元一下子跌下来 就是245元附近 那这个裂口呢 加上这个成交都大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用这个裂口的 就是中族那些位置 大概250元做一个止洩 其实我觉得 总长线可以看到 看他应该就 第一个目标是看着200元附近 比亚迪我觉得可以看他就是20992 20992就 行驶价就刚好贴近200元 就是199.9 那么就 12月底到期的 实际共产有四倍多 那他的行驶价和目标差不多了 还有那个年期又够了 12月底 那么共产有四倍多 其实比亚迪四倍多也很够差 那么我觉得就 大家可以看着20992